安非斯很快就可以免费公测了 这款游戏的正式版发售日期是2023年的6月6号 在2023年的3月18号到20号 这几天进行了小范围的测试 只有购买过豪华版和中级版的玩家可以提前玩到测试版 那么这个礼拜2023年的3月25号到27号 这几天是全面的免费的公开测试 所有平台都可以玩 顺便说一下 我看了这几个平台的对比画面 PS5和XSX效果是差不多的 PCMAX要稍好一点 但是整体上大差不差 XSS因为分辨率的问题 画面有点糊 另外帧率也就是非常稳定的 下面说一下这个游戏怎么进 首先我们进入商城 往下拉 找到本地十大热门游戏 首先这是港幅商城 这里面就有暗黑4 标准版是549港币 点右侧三个点 切换到beta公开测试 这里面有简体中文 这就是公测版的下载界面 现在还不能下载 3月23号才可以正式预载 3月25号开玩 这个游戏有多大呢 120.5Gb 各位可以提前把硬盘腾一下 如果你那儿的本地网络 从港幅商城下载游戏比较慢 但是很痛苦的 我们可以通过 汽油联机宝3pro这款加速器 这款加速器可以提升 质量不是很好的那种 小区宽带的下载速度 港幅商城的下载速度 下面我们看一下豪华版和中级版 最左侧是标准版549港币 中间是豪华版709港币 最右侧是中级版789港币 后边这两个比较贵的版本 它可以提前四天玩到正式版的游戏 也可以提前玩到测试版的游戏 现在测试版提前玩的权益 已经没了 已经过去了 最后说一下这款游戏的常见问题 通过3月18号的那几天的测试 这款游戏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卡大门 卡加载 不能登录 中族断联 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问题 一般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我们在国内玩游戏的 网络质量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游戏本身bug的问题 因为现在游戏毕竟是测试版 还不是正式版 还有很多bug 我们可以通过 汽油联系宝3pro这款加速器 解决网络原因导致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在登录的时候 卡住了 会提示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 按说应该是连到 爆雪自己的网站 国外的服务器 但是我们在国内 访问这个网址的时候 它自动跳转到了 爆雪和网易的 所在的北京海淀区的服务器 所以会导致卡大门 或者一些其他问题卡住了 那么用加速器是如何解决的呢 这是汽油联系宝的手机APP 首先先选择暗黑4游戏 在下面有一个服务器 我现在所在北京连接的是韩服 我们可以使用韩服或者是美服 具体等到3月25号的时候 我再测试一下 我在北京韩服 原始还是比较好的 和之前的COD19一样 我估计上次小范围18号的那些bug 在这次公测大部分应该还存在 毕竟时间比较短 估计像这种网址链接到国内 而不是国外 像这种问题到正式版发布的时候 会好一些 至少游戏的bug也会少一些 以上就是我为各位整理的信息 希望给各位参考